想让韭菜饺子馅更加美味 只需要学会这些配料和调味品的组合 今天教大家如何调整韭菜饺子馅的配方 首先将韭菜切碎 加入馅料中 可以为饺子增添韭菜独特的香气和口感 然后准备五花肉或瘦肉 切成小块后 用刀背拍松 再切细 使其入味且有嚼劲 同时把葱姜蒜切成末 加入馅料中提升饺子的香气 打散鸡蛋后加入馅料中 可以增添饺子的口感和嫩滑度 再加入适量的调味料 酱油 盐 胡椒粉 料酒 生抽 可以按个人口味适量加入混合均匀 最后可以加入适量的淀粉 增加饺子馅的粘性和咬劲 根据个人口味 可以根据以上配料的比例进行调整 尝试出最适合个人口味的韭菜饺子馅 快来试试这个韭菜饺子配方 看看有多美味吧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做韭菜饺子的经验和小技巧